所以一個落後國家 它想要發展出新定工業 它很低步就是要拿回國家的全部的主權 然後把自己的內部給封閉起來 等自己國內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再跟外部進行接軌 是 那如果說中美友好互助通常特別這麼好的話 我現在建議所有的非洲國家 跟中國全部免關稅 中國也對他們全部免關稅 結果是什麼大家都知道 你現在如果所有的非洲國家 你說跟中國全部免關稅 所有的行業全部向中國開放 中國也全部向南門開放 那就是找死 是 他們就首先要自己設置一些 有的名的有的沒的 名的案的壁壘 這個我們也理解對不對 因為你確實是比較落後 所以一個落後國家 首先要把門關起來 把關稅首先拿回來 然後你在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再開門 關門跟開門兩個步驟 這都必須要有的 你不能因為關門就否認開門 不能因為開門而否認乾門 你首先要把不平等條約 全部都廢除掉 把門關起來 過個幾十年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再跟外部接軌 然後逐步逐步的提高自己的水平 如果沒有前三十年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 國內的發展 就沒有改革開門 把這兩者割裂的看 是毫無意義的 是非常片面的 最後我剛看到一個 主板的聊天區 主板的聊天區 有一位同學他發了這麼一句 我剛剛因為我在跟你說這個 所以我沒有看他的名字 他說如果中國跟台灣打科技戰 台灣的晶片產業對中國進行封鎖 中國該怎麼辦 他說了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我說一下 假設咱們現在也不管什麼兩岸一家親了 其實你台灣人也沒覺得怎麼一家親 你過來不是為了這片錢嗎 你沒有什麼一家親 就是打貿易戰 首先我說一下 假設中國跟台灣 我直接說第一點 現在中國韓國跟台灣的 怎麼說呢 科技的出口類型跟出口模式 是極度相似的 對 韓國對中國已經是逆差了 韓國對中國已經是逆差了 這個逆轉僅僅過了五年 原本台灣韓國對中國出口的 最大中產品是基電 是半導體 現在全部逆轉 半導體 存儲特別是DRM 就是那個扇存 固態存儲 DRAM 已經被中國全部給占了很大一塊 現在是 韓國還需要反修來向中國進口的東西 他對中國是逆差 OK 這是可以查到的 你直接查中韓貿易就可以查到 然後是美國對中國 就是很多台灣人有一種幻想 就是這個行業我比你有優勢 所以你解決不了 這個問題這個感覺有點像什麼 就是我有一個武器很嚴重 你解決不了 但是問題在於我為什麼 就是你這一拳打我的臉 我就要用臉去繼續打你的拳頭嗎 你一拳打到我的臉 我一拳打你肚子呀 對不對 我是貿易戰和戰爭的邏輯 並不是拳頭打拳頭 肚子打肚子 是我用我的拳頭武裝了尖刀之後捅你的肚子 所以我是打你薄弱的地方 然後比誰先受不了 重點不是說沒有損失 而是誰先受不了損失 是 就是戰爭嘛 貿易戰嘛 只要是戰 你肯定會有損失 重點是誰先受不了的問題 對 就是打個比方吧 中國跟美國打貿易戰 就是打到現在嘛 對 你說中國沒有損失嗎 還是說美國沒有損失 都有損失啊 對 那損失都幾百億上千億的 那問題就在於不是說有沒有損失的問題 是損失誰受不了的問題 對 沒錯 哪怕我有上千億的損失 只要你先受不了 還是我贏 對不對 對 這是貿易戰的第一個邏輯 第二個邏輯是什麼 就是你的一個產業 跟你另一個產業是不互通的 什麼意思 比方說 你台灣對中國出口的所有的產業 是不是全部是高科技 不是吧 一部分是不可替代的 一部分是可替代的 有一定科技含量 另一部分是完全可替代 沒有科技含量的 三部分 對吧 還有鳳梨啊 還有死板 對啊 那我舉個例子 你台積電不給中國製造了 不給中國代工了 對 對不對 嗯 那我就不買你的水果 對吧 是 從帳面上看 你的損失不大 但實際上情況是 你的農民的損失 你的台積電賺了再多錢 跟你的農民是沒關係的 對 你農民他虧了就是虧了 對 就像是澳大利亞那個貿易戰一樣 澳大利亞的鐵礦石賺了很多 但是他農漁業就是紅酒那一批人 虧了很多 對 那所以結果就是什麼 結果就是從帳面上來 他沒有損失 甚至還是小賺的 但實際上結果是什麼 結果就是紅酒的業者 還有那些被貿易戰制裁人 天天跑到總理那邊去鬧 為什麼 我被制裁了 對 你鐵礦產賺了再多的錢 你又不分給我 我收短了 我得跟你說呀 這是我的合法權益 對不對 對 所以如果台灣有一兩個行業 對中國有優勢 他們賺了錢是不會說話的 嗯 是不會去政府的 他就是站著默默不說話 但是被制裁產的那些人 是會去鬧的 是沒錯 而且台灣的產業還有一個什麼 就是它大量的傳統產業 比如鋼鐵 比如鋁業 這些都是可以被替代的 而且高科技產業產值高 就業人數少 嗯 它的產值比如說台積電 它雇用的員工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多 幾千幾萬 但你換上到整個台灣的貿易 其實就是可以忽略不計的 對 產值很高 但是人數是很低的 對 而台灣出口到中國大部分產品 都是可以替代 而且就業人數很多很多的 是沒錯 嗯 打個比方 你台灣的一億高科技產品出口 涉及到的崗位 可能就一百個一千個 但是你同樣的出口一億的農產品 那涉及到崗位是一百個嗎 是一千個嗎 那是上萬了 嗯 如果以就業崗位來評判 台灣的貿易 那會發現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設計上的就業崗位是很少的 它大部分的崗位都是農漁業 那因為那個農漁業 它產值看起來好像很小很小 但是很多人賴以為生的 很多人賴以為生的 對 如果說把這一部分人給制裁掉了 他們就是失去生計 甚至生活難以為繼的程度 你高科技產業賺的再多 跟他們是沒關係的 對 中國可以 我受傷可以 我只說一件事情 很多人覺得你這個制裁 我就拿也沒辦法 很搞笑 我們比的是我們互相流血 誰先死 誰先受不了的問題 我們可以跟美國進行貿易戰 撐個三四年 至少三四年 現在沒有任何問題 是 就證明我們身上在流血 插了幾個刀子 我們可以正常生活 睡覺 我現在 現在 你美國已經捅我們好幾刀了 我還怕你台灣再捅一刀了 現在你說你台灣的高科技產業 能對我們造成損失 可以 我收得了 你收得了嗎 我現在就搞不清楚 台灣有一些人 他的自信到底是哪兒來的 搞不清楚狀況 貿易戰貿易戰 戰爭戰爭 不是說我沒有一點上網 戰爭就是有上網 貿易戰就是有損失 是比誰先受不了 你覺得我們會先受不了嗎 你怎麼想的 我剛剛評價的就是台灣的某一些人 我有一個高科技產業 你們幾年用不了手機 我們就贏了 你們就受不了了 對 不是這樣看的 沒錯 是 我覺得我有點實在是太無語了 按照這種邏輯 其實美國掌握的上游的高科技原料 什麼我隨便能說出一大堆的 什麼軟件工業 一大堆的軟件 就是底層的工業軟件是要靠美國的 CAD就是亂七八八的 都是美國的 對 然後一大堆的什麼 機床之類的 還有半導體的原料 上游的設備 都是要靠美國的 是 那美國全對中國制裁 中國不就完了嗎 那美國當時 就是 現在有一些臺灣人的想法 我跟你們重複一遍 在2018年貿易戰開始之前 美國人也是你們這種想法 他也覺得貿易戰很容易贏 但是美國人做不到 你現在覺得你們做得到 你們可以做到美國人做不到的事情 你到底是怎麼想的 這三年貿易戰打下來 甚至這麼多事情搞下來 我們承受的損失 不說大也不說小 至少你看臺灣造成的損失 不會比美國更大吧 這是不是說我流血了我就輸了 是誰先認輸 誰先受不了要叫停 我敢肯定 不管什麼程度 只要一旦貿易戰開打 一定是臺灣人受不了 我不可能覺得我們這邊 我這邊就算是公司擋了 我撐著我就是不會認輸 一定是你先受不了 這是肯定的 我希望臺灣人 不要抱有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 還有一種 我不知道你哪來的自信 真的是 美國人都打不贏這麼一戰 你覺得你能打贏 真的我都不覺得我不需要多說了 行了我就說這麼多吧 我沒有什麼想說的了 好好謝謝你啊 卡爾 謝謝你分享 OK 好 對了 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上次我又說了 就是捷克 你在大陸我也不想多說別的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傳播你的 惡心的台獨思想 少繼續再搞詐騙 利用兩岸和平搞詐騙 以和平之名行台獨之實 就這樣 兩岸不會無限期拖延 總有一天會統一 你跟我都能看得到 你等著 好好好 那我說完了 好好好 謝謝謝謝 OK好好好 拜拜拜拜 好 來 下一位